心情静静,要等等等,等到现在20年了都没做到一点给我 你看到的,如果是下大雨来讲,一个钟头半很大的雨 当时是淹到这边,去两年是军道完了 你们你有钱一走,你这帮鸡影要钱一走吗 港澎巴西名声问题一罗罗,风雨必在不说 如今道路要自己扑,沟区要自己挖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就去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是下大雨了,差不多等一个钟头多到两个钟头了 100%震了 到那边那个含铜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然后爆掉了一次,我们也是放心的下去 做过大一点了 不过有时候这边有那样大萝梨跑啊 你看那边的沟区以及那个拔马路已经舌一边了 大萝梨又跑啊,有时候五单的,十单的 那个野草我们打药水给它干,没有那个炸草越来越高啊 一两个礼拜,有时三个月让我们打一次了 里面的龙口做到美美,我们这边呢一下子也全部水很肮脏了 那龙口水啊,大片水全部漏下来 没有做到,他讲辛勤辛勤,要等等等,等到现在二十年了都没有做到一点给我 我坐好心不用紧,我每个月呢,快点地,给他三十块给我砍 做人不用紧,最好是两十,好多人家 我还是要干净,我不要硬肯脏脏 现在我看,哥老师下来砍一吃五十块给人家,又生炒了,你看 前面那边滴嘛 露不到张快出 慢慢露 慢慢露水出去 那我现在 那天你们在那边开胃 我就不要心情了 心情了 是没有做到给我们的 那没有什么做到给我的 所以你的家 原本身没有勾计 你有勾计 我们自己做的 你起步的时候 你做好 你做出来 他们是没有钱 你做的地方 你不要钱账 钱账 钱账 你不会赚水 现在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开始 不断路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在聆听居民们的意见后 也可以明显感受到 居民的不满 他们也希望有关当局 能够正式去解决 现在的问题 让他们免受灾害的影响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花城大小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给我们的视频 按赞和分享 如果身在花城的你 也有大小事 要投诉 投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